放手一搏 死马当活马来一了 把自己最拨命的一面就表现出来 要搏的话也得找着机会 因为马尔斯莫的这个能力实在太强 在发球局当中他的变化确实也非常的多 而紧接下来呢 对于奥纳罗所回出的这种中场球呢 马尔斯莫呢也是积极主动来到往前 可以说呢这个不给他很多这个喘息的时间 那接下来是奥纳罗的发球局 一发擦网勇劲 重方 带子擦网勇 连续用两板呢单反呢上旋高手 最后这一板呢将对手拉开 你看见马尔斯莫的这个单反呢 像个雄鹰展翅一样 动作做得很安全 我觉得他的打法就是多样性 就是根据他的这个单反的出色表现有关系 他的单反的上旋下旋这种变化结合 我觉得在场上很合理 这种旋转的这种变化呢 经常呢打乱他的对手击球的节奏 迫使对手的回球的质量呢 出现呢 出现这种比较低质量的回球 非常漂亮 非常漂亮 既然力道不够 就在脚踢上掉动 马尔斯莫 结果在往前的这个扣伤呢 是打在了空档上面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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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漂亮 毛利夫沫再往前就像一堆墙一样 你想穿越它 它还可以跑动过来 这就是利用自己丰富的经验 保护好自己空档的位置 还可以看它在跑动当中 一个反拍的这个节肌 可以打出一条这么漂亮的斜线 手感有多好 看到毛利夫沫在他左臂上面 大家仔细看一下 是有一个纹身 它这个纹身是一个托着橄榄枝的小天使 他希望这个象征和平的小天使 能够永远地陪伴他 这会影响的感到毛利夫沫想采取这种上拳高球呢 拖延一下时间 但是奥纳罗可以看到 可以说奥纳罗看到对手的这样的一个举动 可以说提前来到对手回球的落点上 打出一个强点的直线 如果他每一球都能保住这种状态 这个比赛就可看性会更高一些 这两个人在身高上也挺悬殊的 虽然毛利夫沫比他大十岁 但是在移动方面还是觉得毛利夫沫是挺到位 而且挺矫健的那种感觉 是毛利夫沫的年龄在女子的 现在在女子当中可以算是一个大龄球手 高龄 二十八岁了今年 但是他还是很有雄心的 谢谢 谢谢 现在我们在自己的发球局当中 把比分拉到了评分 在第二盘的第二局 好 最长的是他有小张就打的底签 对于这个斜线的回球 马上的出手来一板反拍直线 关键是站位 之前一板打完球以后 他的站位就是靠近的反守位 所以在没有大范围移动当中 保持身体这种平衡 所以刚才这个球打的又准又有力 所以我们在这边 这次反对打失误了 大家可以看到刚才 王日思默在单反上 跳起来这一般抽球 非常的漂亮 我们经常见到双反手可以这么打 但是很少见单反手这么打 其实看到王日思默这种单手反拍 他跟海宁的单手反拍 你觉得比起来 每一个杀伤力会大一些呢 可以说海宁的单反 现在状态会更好一些 海宁也是用这种雄鹰展翅式的单手反拍 杀伤力非常的大 第二盘的第二局 这一份多次的胶着 好的 再次出现了这个回球出界 王日思默再次拿到一个破发点 王日思默的哥哥呢 是一位工程师 那么他在四岁的时候呢 王日思默看到诺阿亚尼克在罗兰加洛斯夺冠的时候呢 就下定决心了要打网球了 1998年呢 诺阿亚尼斯克呢 是把他挑进了 国家队参加了当年的联合会杯的比赛 那平时呢 毛日思默的爱好还很多 喜欢滑雪 骑马冲浪 还有喜欢听呆斗的歌曲 养了一只五岁的金毛猎犬 他还反过来是挺会享受生活的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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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